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发生了剧烈的摇晃 就像是地震一样 来自的警方随即是将这起事件 形容为重大事故 并且派出大批警销前往现场 封锁了附近的街道 疏散周遭60栋房屋的住户 而在经过灌旧之后 现在火势是已经受到了控制 那警方目前是初步排除了 恐怖攻击的可能性 但是也呼吁民众 不要前往事故的现场 至于爆炸的真正原因 现在还需要进一步来厘清 以上是目前掌握状况主播